不是,这房子也太…… 两周不见,甚是想念holyo粉的 好,上周一个不小心脱更了一期,我是真的开心,呸,是真的高兴 最近确实因为工作云有点忙,并不是出去玩的啥的,真没偷懒 不过好在出去玩的路上这不,遇上了 一套位于日本东京,江东区东云正在出售的 个性设计竞技巨人风,尿巢公寓,风上 想玩你瞅着怕不是到了帕拉底岛,上面再来个超大巨人,一下就燃起来了 让我们换个角度,从上往下看就会发现 它其实是由左右两排曲线建筑相连,呈现出一个零字形状的小区设计 结构离析程度在日本可以说绝对的少之又少,你们就说它能养到哪去 可能期待一波就完了,而现在终于一件条件 距离物件最近的车站泄露中基地下铁有乐丁县的风周站,徒步10分,尘起站徒步12分 就最近这室外38.8度的气温,走去车站可比肯定晒暴江,不仅还是骑个小车 再来房子位置正好所处,江东和中央区的交界处,距离隔壁银座仅仅4-5公里开车10分钟,你说得有多强 而且马路对面就是个有望大型购物中心,平时买菜购物蹭空调查的,便利程度拉满 继续守护房子是个鉴于3万多年前,2020年1月,总部署来到了472户的,当机混击组15层建 并且如大家所见,眼前这边小环境嘎嘎的中庭部分,正是整栋建筑的灵魂特色之一 由周围一圈玛丽亚之强所包围,来抵御巨人们的入侵,实际是一看老二次元了,对味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就必须得是最顶楼,不到几层十几楼的,也是出于房东的隐私问题 我绝不会说出来是套70平米的三室一厅 另外值得一提的,这栋楼是由业界扛把子之一的野村不动展开发的宝拉沃多高级公寓系列 因此虽说不是塔楼,但一般公寓没有的设施,这也是一应俱全,全道都跟迷宫似的 找个电梯花了半小时,谁来了都得给弃走,最后至于收价了,回去片尾公布 看学龙哥哥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就在弹幕上堆一波你们的,价格预判 OK,迷路两小时后轻松来到楼上,走廊瞅着还挺宽敞 然后左边玛丽亚之墙外的小风景,也逐渐浮出水面 此心此景忽然让我想到了村上春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具体什么话,我也不知道 总之小画面相当的至于,无论是抬头宽阔无边的白天蓝云 还是各位眼带下方静静流淌,瞅着埋了八胎的东京小弯 以及岸上洞洞高低参丝不齐,要么毫不相似搭配的住宅公寓 卸货的小川,高速公路,进攻塔,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 好了不尬吹了啊,多少有点刻意 我们继续打入敌军内部,那么右手这一间就是今天的主角 在我们锅铛入市之前,来先来带大家走走这条 飞机跑道般,长道离谱的走廊 小距离目测以后也不用出门遛狗了 325.6步来到镜头处,刚以为到底了 啊,走不完,根本走不完 并且这一头还配了俩电梯,来确保一层几十户邻里街坊上下楼不会激眼打起来 那么再稍微往前一点,其实就是这一栋楼的镜头处了 两排楼的正中间,我们微微扫视一圈 相信此时一定会有恐高的小伙伴在看,所以我们 惬意,小环境实在是惬意 仿佛身处在一艘超大游轮里享受着度假的小氛围,非常不错 而且你们看他这左邻右舍之间的距离之近 但凡你在花园里唱上两句,跟演唱会没什么区别了 上下左右万众瞩目一览无疑,不然有点小兴奋 恩啊,开剧半小时到现在还没有看室内,这波时常叫我拖得明明白白 于是我们一招瞬间一动,回到房子门口 自带的小闷狼看着不错,平时一些发霜发售的鞋子,烧烤道具 摩托车自行车往这一塞,真正好好,小喷雾看着不错,归我啦 接着我们二话不说,指马一开 哇... 一个拐角设计的玄关,从此快递员再也无法一眼望穿你家,多少有点可惜 诶,你们看我还发现了什么? 房东一看就是校友啊,跟我一样从阿兹卡班啊呸,从霍格沃兹出来的 差点出漏嘴 那么上来老规矩先从鼠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 小小一条走廊竟有六扇门,越来越期待了 所以玄关部分如果写展示,面积不大点 对对,就两名推销员在这搁你韭菜的空间,非常可惜 墙上一张照妖镜,便运出门前确认一下自己是否已变回人形 所以我第一扇门放在这个位置,只能是厨房,鞋柜 储存量之多也无需我多掐了吧,熟工的小伙伴可以先收藏起来了 地上还停着两辆房东平时上下班的代步工具,一会咱就其他回去,方便 另外它门上不挂武器咱肯定是不满意的啊 只有怀里转身开始深入,第二扇门一脚踹开 房间部分出现了,小位置如此紧按门口 确保你下班回家第一时间就能睡觉,睡醒第一时间就能出门工作 面积部分10平米左右,里面一张双人床放完,外面还能再塞一张,就是玩儿 角落里柜子再看一眼,离哈里绰绰有余,用了另一头墙上还有扇窗户 好消息是,它可以打开,坏消息是,它连接着外面楼道 这家伙秒变门卫视,气得我们只能在这附近几个过路老王来舒缓一下情绪 诶?从这还能看到晴空塔? 继续回到走廊,下一扇用力拉出来,是个WC 嗯?自制双马桶设计是吧? 一大一小,一家一家,再也不会抢厕所反目成仇了 旁边小饼槽修正了点,新手都得一只只手排队 然后迷你坐边竟然都给咱准备好了,是吧?我们也不能没有表示 不打一个功能全面,接着再次返回走廊,还是三扇门竟然左边离得近 那咱就直接踹开中间这扇,亮着小光一看不一般的小门,丝滑进入到厨房以及客厅部分 左边其实也是个卧室,房东敞亮人全拿来当作客厅使用了 在我们详细介绍之前,来,小风景先走一波 所以这个角度应该正好来到了前面坐邮轮度假的另一头 并且这一侧的视野好像真的,没啥区别 不过小花园里的点点滴滴倒是更清楚了 这距离但凡手持望远镜,别说长相了,脸上的黑头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毫无隐私了解一下 其他呢,还有像对面几栋居高临下,明显随时想要狙掉咱的塔楼群 以及右手边贼拉远,但也能看到一些的海鸥线,彩虹桥 哦对了,顺便也带大家看一下到了晚上这里的夜景如何 非常刺激 那么我想小视野方面虽不能说炸裂,但在城市中心能有这样一片小花园小环境 真的会让人有种,死掉工作回家养老的冲动,危险危险 还是继续来看看阳台吧 面积部分还算给力,你看小椅子都给配好啦 平时在这看看书打打牌,露个串,整口小火锅,惬意就不要太惬意 但是,安全如果设计在正中间,走来走去指定半岛无数次,起皮皮心脸肿 这里面这一块估计大几率是为了放张麻将桌,特意加宽了一些,合理就非常合理 再次回到屋里继续往下看,客厅部分抛开里面房间不算,总共还有18平米的空间其实也不算很小 可惜就是这承重墙凸出来那么两块,都是有点烦人 还是平时沙发上这么一摊,看看游戏打打小豪,嗯,整整反了 外面小风景也相当不错是吧,一排老王,尽收眼底,还是相当舒服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小,那就将里面8平米左右的房间解除封印合并成客厅 这边也能够你摆三张麻将桌了好吧,顺便再展示一下一门拉起来是什么效果 那么屋子里如大家所见,基本都是房东平时工作用的道具,还挺多 并且我才发现里面还有扇门能通往阳台 这么,本频道十六大特色,情王绕柱,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担心半天 再来屋子里,诶,这怎么…… 在咱频道出现过这么多次,提了这么多回的武器,今天居然真的出现了 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用再瞒着大家了 旁边还有一墙的收纳,储存空间可以说多到头皮发麻 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厨房,很明显为了防止闲杂人等进入 还能上锁你收得了吧,厨房部分操作面积本是挺大的啊 不过一台双开门以及半墙十七柜占掉了快一半的空间 现在最多只能容纳两三个人在这搞破坏,又想差事儿 再来灶台部分看着高级不说,三层内里都没有拍碎,货真价实 另外还有像拍碎口里的垃圾粉碎器、洗碗机、三口煤气这些设备设施样样都有 那就顺带考考你们 OK,那么以上这些呢,诶等等,不对,是不是还有两扇门没看 那么这里再补充一下,由于走廊里的墙实在太白,你们可能没注意到 这边上其实还有个收纳,毕竟也牵扯到人家的隐私,咱就不全打开来了 绝对不是我忘了拍好吧 所以这下一扇门的背后,藏着掖着的,洗衣中心,终于露出马脚 空间还算可以,地上小框块上面放的是洗衣机,不是马桶 咱观众肯定是不满意的,看来洗面这部分也是又白又大 两边的住户空间也足够放下你每晚都要用到的立体机动装置 一边一个,正正好好 至于上下收纳部分出于隐私问题,房东不想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必须打开来给他看光光 哪嘎能装,一旁小柜子还能再追加几把武器,好评 接着再次华丽转身,直温解锁进入到浴室部分 不得不说小强带点伞,瞅得一下就高级,空间也够,小鱼缸上的齿轮我替大家鉴定过了 正常运作随时可以进行潜水作业 唯一浴室里面没带个窗户有点不尽人意 估计每月不清扫一下的只定得埋态 最后剩下的第三个房间部分,也稍小一些8平米左右 看样子好像是被拿来当做了工作室 但你工作吧,就好好工作 还整这么些装备,就是你的不对了 周空看着真心不错,我家好像正好还缺一个 正当我想方设法打包带走这只灭金龙之时,谁承想 咱这小眼神也是太过好使,你们看,让我瞧见了啥 不得不说房东也真的是热心肠 我只不过是跪下来求他了而已,说啥就要把家里的宝贝全拿出来给我看 一辆克劳德和一只摩托车 只能说最终换奖咱接触的确实不多 房东一看我不喜欢,当场就要送我 热心肠 以及还有另一个好东西也给大家看看 都能猜得出来是啥吗? 所以算上这一间屋子三个房间都带有大收纳 这下哈利得好好纠结一下了 好了,那么以上这些呢就是今天房子的全部内容 所以就是这样一套日本东京中兴区域江东区东云有乐丁县封州站 占前10分钟 2020年建完的帕拉底岛既视感 超个性设计鸟超公寓,售价倒是多少呢? 485万元人民币 只要城市币的话9980万 最后再加一些税费砸费落地差不多会在500万元左右 呃...别说,价格好像还真不算贵 我知道单看这金额,这又不是塔楼,绝不能算便宜 但考虑到这一代相对中心的湾岸地区近几年房价蹭蹭上涨 4年前的新房,这小庭院环境以及充足的公共设施 加上室内也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装修大改的地方 价格也会再高不少,反之问题也是有的 首先楼层并没有二三十层那么高,置也不太炸裂 再来就是到了这个价格区间,其他地区的公寓或者稍微再偏一点点的银户建啥的 选择还是有不少的,这里只能说是因人而异了 另外还有大家比较在意的持有阶段每个月的管理费修杀费 合计1665元人民币 所以也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今天的房子是植还是坑,要不要看看就好了 今天一定要评论留言告诉我 那么如果大家对咱频道里的房子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后台私信我了解 好,跟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就点赞和分享的时候 如果喜欢看日本的房子,房主也一定一定不要拉下 我是日本房产经纪人小豪,让我们下期再见